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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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个小剧场 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 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 也就是想让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只有河南戏剧换城于2021年6月开成迎客 单日演出125场 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 观众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 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换城剧目了 对 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 我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换城 只有河南是名字 戏剧换城是它的属性 您能进到每一个格子 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呢 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 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好的 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 出发 开始打开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主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 在你们的血脉之中 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 这些文明活着 我们就活着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 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 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 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 我的感触更深 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 生与死 不以君 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 只有河南戏剧换成的剧目 安排是非常的满的 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 下一个呢 我想去换成剧场去体验一下 从夏商周开始 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 只有河南戏剧换成三大剧场之一的换成剧场 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头矿 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 宫殿城池上下起落 代表着王朝更迭 周而复始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 唯唯到来 就是这里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 故去的城池深眉在地下的城池 慢慢升上来 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文明 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只有河南戏剧换成的另外两大剧场 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 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 花被沦陷后 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 1942年春天 河南全省低雨未下 大饥荒造成三千多万人受灾 三百多万人饿死 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 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 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 并不是为了您利苦 而是为了让您惜福 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 亲历一场苦难 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 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 把心也掏出来 也忘了自己是谁 在那一个瞬间 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 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 它的建筑 它的剧场 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 特别是到李家村 每一幕的讲述 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 这种舍小我取大意 非常地感动 路上的白魔去不合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 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 再来这里 来只有河南 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放松 那位是小绿 郑雅萍同学 多学习学习 没事做个运动 打个乒乓球 刚才课上哪儿挺过瘾的 老师跟我也有交流 然后他拿这个粉笔 去打我们的时候 突然就回到了之前 上学的时候 我现在想马上 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 然后呢 想约起来去一去 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 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那我就是把它 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看剧之余 在只有河南 吸气换成的地坑院里 飞衣体验店 也是闭光的项目 在纸上河南里 可以自己动手 制作一张木板年画 玩玩皮影戏 在尼尼狗和不老虎店里 一切不开心 都是纸老虎的 盲盒系列最畅销 真的是绿色 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 带回家去 好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 一定要给我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 一切不开心 都是纸老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